丰富的影像创作 从事前的计划到拍摄后制 都由学生自己来 今年的松山文创学员记联合毕业展 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学子 展现了丰沛的学习能量 透过影片与展场设计 来呈现疫情下的日常 也探讨关注社会上的弱势议题 我们专题叫做岛屿终点 然后我们做的主题呢 主要是疫情下的城乡差距这样 然后我们以两个主题作为发想 主要是教育和医疗这块 像是在教育呢 我们就看到远距教学的困境 就是原本平常都是实体上课 然后突然大家都要开始使用 线上设备去使用远距教学 然后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诶 城市和偏乡之间 对于这个远距的适应习惯 是怎么样的 是如何去操作使用这样子 因为大家的概念就是说 经过了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日常当中 去协寻到一些更有意义的 一些跟生活有关系的想法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淡江大船 我们大概就是分三组 然后我们有影音组 就是拍片子的 剧情片有两部 然后再过来有行销组 我们也有两组 那大半是针对产品方面的一个promote 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叫专题组 我们有四部就有关于议题的纪录片 然后去探讨主题 那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整个 所有的大系列里面都是在疫情底下 然后我们怎么样在这边夹缝当中 能够好像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 虽然是这么频繁 但是从这个频繁当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非常多 有趣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主要使用的器材就是手持HD 对 然后手持HD 然后还有单眼 然后单眼大概会有两台 然后也会有侧拍平面摄影 这样子 对 然后当然是麦克风 就Shotgun啊 小蜜蜂啊 这样子 在这边其实最缺乏的是 缺乏一个可以带领他们的人 包含像我们这边的老师流动率 其实是非常的高 然后包含像我们学校 一半是正式老师 一半是代理教师 我们这里其实不缺乏物资 但是我觉得缺乏的是一个 愿意来关心这一群偏向孩子们 就是偏向学生们的一个动力 他们像我自己三年前刚来到这边 他们也最常问我的就是 我什么时候会离开这边 然后在医疗议题中 我们看到因为最近疫情 医疗量能就很不 就是十分缺乏 然后呢不足 然后呢大家大众也渐渐开始重视 远距医疗这块 还有社区医疗 我们就在做 主要在做这部分 以前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在台东 但是他坚持到高雄来就医 当他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看着他 一路跑到高雄来 但疫情会有些限制 那对病人来说他会不方便 那如果说有些慢性病病人 他因为就医的不方便 对药物取得不到或是遵从性不好的话 那疫情这段时间你就会看出来说 哇真的会比较差一点 我们有在台东或者是嘉义的长辈讲 他们要固定要去做回诊 那要么就要自己要来骑车 要么就是要请年轻人休假 来开车在他去 那他们有时候来回一趟 就是有时候要等公车 那公车一搭可能两三个小时 偏向医疗 然后就是他是在讲说 就是在南回地区大概有 二十多公里或是三十多公里以上 其实都是没有医院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想了这个议题 那如果以拍片的甘苦谈来说 他其实因为偏向医疗的话 就是那边交通确实是很不方便 那我们用大学生的角度去那边拍片 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交通上面的困难 确实是也深刻的体认到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拍智慧医疗车 所以有一个跟车的画面 那跟车的画面其实 我们没有太多很好的器材 去把摄影机在车子上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阳春的方式 就是在车上然后用手机 然后贴的很前面 然后尽可能去捕捉我们认为很好的画面 然后呈现给观众这样子 然后还有最后疫情带来的数位转型 因为我们发现怎么要预和医疗 然后都受到数位的影响这样子 我们就是觉得说 会不会数位这点其实可以成为减缓 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等相差距来自于可能因为资讯资源的不足 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运用的落差 所以因为取得资源相对高的时候 他就不容易开阔他的生活的领域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限制 所以他的社会参与就会比较局限化 在台湾呢 我们做医疗 为什么会觉得要把原具这件事情放大 就是因为你真的走进偏乡 你就会发现到 这些偏乡长辈事实上是很勇敢 而且是很很坚韧的 他即便他自己身体不舒服 他也知道他要忍住 那这个是我觉得偏乡跟都市地区最大的不同 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很想要 把这些资源带给他们运用 什么样最好用吗 说实话其实如果以流动画面来说 手机真的很方便 真的 但如果以收音来说 我觉得HD它是最好 它是最稳的收音状况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受访者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受访者他的声音并不是很清楚 那以就相机自己接一个外接的热血 跟直接别一个麦克风 接HD接那个三频线的话 当然是麦克风 就是小蜜蜂的声音是最好的 后置也非常好处理 对前两年 因为就是疫情关系 我们学生就缺少了一个 最后一个机会 把他们所做的去跟很多的人去分享 因为疫情校内校外全部都没有了 线上没有办法有互动 那现在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 就让学生有机会 他可以去说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可以去present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做了这个东西 对什么东西会有帮助 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知道那种沟通 对于我们大传系的学生相当的重要 因为他也是一个自信的培养 然后能够把一件事情说得清楚 然后再接受观众的挑战 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的好 不管我们做的成熟不成熟 那个其实是其次的 但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互动的机会 可以学到非常多 怎么分工有点复杂 我们因为总共有五支正片 所以基本上我们五支正片 都有主要的导演 然后五支正片的话 下去有两个主摄影 然后两个主摄影的话 也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后制的工作 对所以我们的分工比较复杂一点 但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会担任到访谈 也每个人都会担任到导演 然后每个人也都会担任到基本的剪辑 那后制可能会主要有几个人负责 然后你知道吗 传播学院的将来它就是要踏入到社会里面 然后可以做传播的工作 你知道我们的传播很特殊 我们更主要的是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替NGO的团队里面去说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说对于这些弱小的单位 我们可以去关注他们 然后可以借着我们的传声 帮助他们被看见 或者是说他们所需要的 能够可以对他们尽一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大传系的孩子们 是蛮好的耶 因为他们都要去找一些主题 替弱势的发声 我能理解你 这是老师提到就是可能像是我们的各组 可能像是 因为我们的 刚刚老师是影音组的指导老师 那我们影音组就是拍摄 今年两组拍摄剧情片 那我们都会有跟基金会去合作 然后去推广 透过跟基金会合作去推广 我们想要推广的议题 就是 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可以透过影片去传达我们的想法 但是有跟基金会合作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正确的资讯 然后可以去做互相的交流这样子 你知道很多人设定自己就是这样电影系啊 就没有区别了 但是因为我们是大传系 我就一直告诉学生们说 我们是在为社会大众普遍性的 弱势的发声社会的议题发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难忍可贵的地方 埃泽新闻带您看到前几日发生在三重区的刑警案 我找到时候 我只需要一万个工作 是你做的吗 你只在乎这个是吗 你只在乎这个是吗 你还碰我啊 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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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品牌推廣擬定行銷策略 我們是行銷組 我們是電技工作室 然後這一次是跟台灣的在地品牌 愛創造做一個合作 那他們的主要商品是在賣 販售香氛乳液蠟燭這樣 然後特色是他們乳液蠟燒完之後 可以當作身體乳來使用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這一次就是跟他們合作 他們希望可以在大學生族群裡面 可以提升他們的知名度 然後我們也希望可以從業界 汲取所需的經驗這樣子 那從這一次的合作經驗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說 原來跟業界合作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除了客戶溝通 那還有行銷產品的部分 那都是我們要從學校踏出去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這一次的合作下來 我們也學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那也很感謝廠商願意給我們這一次機會 讓他們跟我們合作這樣子 帶將大學大傳系結合理論與實作教學 讓學子盡情嘗試揮灑自己 提供學生一條龍式的訓練機會 我們的特色是說每一組的學生裡面 我們自己的訓練裡面 除了你要會做企劃 然後你也要會說故事 我們大半都是用故事行銷 不管你是賣產品 或者你講劇情片或者是紀錄片 你都要學習把這個故事說得非常的清楚 最後每一組同學還要去做行銷的部分 不管你是用這個網路的行銷 或者你去辦影片的放映會 實體的線上的都可以 所以一組的平均人數大概六到八位 什麼都要做還不打緊 最後我們還要做展場 每一組的展場他們的視覺設計全部都是 由老師專門在去做指導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學生雖然剛剛有提到 我們沒有分組 但是實際上我們是一條龍的訓練 從頭到尾很紮實的 到最後我們還要檢討 他們還會從這個過程當中 被很多的這樣子的改進的一個空間 就是首先老師講到說關於就是我們大船系 有什麼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自己其實深刻感受到 就是我們除了大學四年來的課程 有關行銷的 有關傳播理論的 然後也有關實際製作去拍攝紀錄片的 然後到最後大學的第四年的壁制 我們有也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組 也有拍劇情片的 就是其實涵蓋了非常廣的層面 就是其實 因為現在我們大船系就是一個綜合的 雖然說我們每一個細節 可能都不會像其他的戲這麼的專精 但是因為我們所有都有了解 所以當我們到進到職場的話 可能就會是一個比較綜合 可以綜觀全面 可以一起做衡量評估的一個特質 在這是我覺得我們戲比較特別的地方 關於這個展覽的部分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大部分人是不會有一些策展經驗 所以很多東西都只是在我們想像裡面很模糊 所以當我們實際開始做起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 要顧魚的面向真的非常的多 就是關於整個展場如何設計 然後我們學到什麼的話 就是我們要如何的把自己想說的話 實際的體現出來 然後要怎麼表達讓人家知道 就是也應該是說一個大船系 傳播科系的最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要如何傳達我們想說的話 對 就是這個辦整個展覽的過程 應該就是把這個東西去做實踐 然後實際的把它體現出來 對 這是我覺得學到最大的點 就是我們要如何傳達我們說的話這樣 我個人覺得彈章大船的特質就是 我們的人同學就是每個真的都是非常的有想法 不管是大家是在自己擅長的領域都非常的多元 比如說一開始大一進來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就會特別對拍攝電影會比較有興趣 那有些人可能對於行銷跟廠商合作這塊 就是也會非常有興趣 那就是大家喜歡的點都不一樣 然後他們都可以在他們擅長的領域去發揮他們自己學到的所有技能 所以我覺得進入彈章大船的同學就是真的都是非常 一群非常有想法而且是未來以後會有很好成就的人 對 什麼樣的學生最適合我們學校你知道嗎 就是那一些有非常有想法的 然後也有一些批判性的 然後呢他的興趣非常的廣泛 他可能從畫畫到手作到他的嘴巴能夠表現 那像這種的孩子那可能他不太知道他可以去學什麼的時候來我們系上是最好 因為我們會幫助他把這個頭腦的觀察力 訓這個整個的合作的能量 還有怎麼樣去看社會性的一些需要 怎麼去研究議題 怎麼樣把一個東西能夠從零到完全的被實踐出來 我覺得我們大船系這個部分是很強 因為我在這裡三十一年了 我看到一個大衣進來的像白紙一樣到大四 我可以說我們很驕傲的把他送出去 我真的敢這麼說 因為我們的老師很扎實在 食物跟理論之間的合併的一個訓練 還有針對社會上面的需要量 我們常常會有學長姐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那我們就會盡可能就跟他們有產學的合作 或者是各方面的 然後能夠幫助孩子們 將來在社會上能夠盡一些功用 應該說我自己選的話是因為 我不是很清楚我喜歡做什麼 所以我想說什麼東西都碰看看 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很確定 你自己喜歡大船什麼東西 但你對於這些有趣的東西 或是有趣的議題有興趣的話 其實是可以先進來摸索看看 然後在壁製這個過程 我覺得可以很完整體認到 每一個企劃是每一個製作的完整流程是怎麼樣 那這個流程裡面你可能就會找到你比較適合 或是比較擅長的內容 那你未來可能在質疑發展上 你就可以往這個方向邁進 應該像是我自己其實我蠻喜歡策展的 對所以其實未來可能也會先往這個方向去邁進 對拍片我是喜歡拍的 對我是喜歡拍的 但有時候剪片真的蠻累的 就是其實展祺這剪幾天 我們都一直在熬夜 所以其實感受到這個辛苦 然後所以拍片也可能就是興趣啦 就是目前還沒有想要認真的想要把它變成是一個職業的工作 就是像他剛剛講的 我們進來的人都是很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特殊的說我是廣播我是新聞 所以很多人都會匯集到這裡 喜歡攝影的喜歡拍電影的喜歡公關的喜歡策展的 所有人到一個班之後我們就可以互相交流 所以就是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大榮爐 就是可以在我們大傳系去實現 我們可以接觸到每個不同專長不同領域的同學這樣子 對我覺得這是像延續他剛剛講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從一開始的發想到逐步實踐 學子們在今年的畢業展中完美呈現學習成果 過程中雖然辛苦 但每位學子都收穫滿滿 充滿自信的迎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